多尔滚和孝庄究竟是什么关系 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齐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多尔滚和孝庄太后的关系 在野史中被传得沸沸扬扬 现在演的很多轻功戏 在演到多尔滚和孝庄的时候 几乎都会拿多尔滚和孝庄的恋情来说是 如果一部轻功戏 演到孝庄和多尔滚之间啥也没有 干干净净 我们甚至还觉得这样的轻功戏是假的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总之多尔滚和孝庄的恋情 甚至于他们的婚姻关系 似乎都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那么多尔滚和孝庄究竟有没有恋情呢 还有他们之间有没有婚姻关系呢 野史里面的各种讲述 当然是不足为凭的 因为写野史的那些人 他们对清朝深宫中的事情 根本就不了解 毕竟他们离得太远 不可能得到第一手资料 他们写出来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道听途说 所以要想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 只能从正史确定的事情上去研究 正史上有两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多尔滚当年和豪格争夺继承权的时候 最终采用妥协方案 选择了孝庄的儿子弗林 如果多尔滚与孝庄没有什么关系 他怎么会选择弗林呢 二是多尔滚一开始只是辅政王 但是后来变成了摄政王 再到后来就变成了皇父摄政王 既然是皇父摄政王 意味着多尔滚与孝庄是有很亲密关系的 甚至有可能他们已经结婚 多尔滚是顺治皇帝的后父 因此才会这么称呼 那么这种介绍和这种分析究竟对不对呢 大波齐皇朝密使认为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多尔滚之所以选择弗林 主要的原因就是弗林只有九岁 一个九岁的孩子当皇帝 自己当摄政王显然是最恰当的 如果小皇帝的年纪太大了 就不好驾驭了 而且弗林又是皇太极的儿子 这也满足皇太极的旧臣索尼 敖拜等人的要求 但事实上多尔滚选择弗林 除了这些原因外 还有三方面的考虑 一是弗林本身不是太有主见 二是弗林及其家族在朝中没有太大的实力 三是弗林的母亲不能是一个政治强人 为什么这三点非常重要呢 如果弗林虽然小但很有主见 像汉刀地刘弗林那样 那就不容易控制了 如果弗林的家族在朝廷中有背景 有强大的实力 他们就有可能把持朝政 这样就会给多尔滚带来很大的麻烦 如果弗林的母亲具有很强的政治能力 作为太后 显然她会成为影响政治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这也不利于摄政王的摄政 前两点 弗林不具备 弗林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 孝庄生前因为不得皇太极重视 因此在朝中也就没有什么势力 第三点 至少说明多尔滚没有看出来 我们知道孝庄太后是很有政治能力的 尤其在多尔滚去世以后 她辅佐顺旨 辅佐后来的康熙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很大的影响 既然孝庄在政治上很有能力 而多尔滚没看出来 说明什么 说明多尔滚对孝庄是一点也不了解的 如果多尔滚和孝庄的关系很密切 他怎么会对孝庄一点也不了解呢 再来谈谈正史上记载的第二点 关于多尔滚把自己封为皇妇摄政王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多尔滚和孝庄结婚了 或者有不正当的关系 他都是不敢自称皇妇摄政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历史上的吕不韦就是一个例子 随着秦王嬴政的长大 吕不韦一直在极力和赵太后撇清关系 他为什么要和赵太后撇清关系呢 就是因为害怕 害怕秦王嬴政知道他和赵太后的关系后 对他不利 而事实上秦王确实很计较吕不韦和他母亲的关系 后来他在处理吕不韦的时候 就问了他一句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叫重负 这就是一种明确的质疑 显然 多尔滚为了避免弗林对他不满 绝对不敢把他和孝庄的关系提出来 更不敢自称自己是皇妇 因为那样是对顺治的一种羞辱 会更加激起顺治的反抗 对他自身顺理成章的篡围 也是很不利的 而他之所以敢自称是顺治的皇妇 应该正是因为他和孝庄没有关系 他作为顺治皇帝的叔父 帮助顺治皇帝管理江山 这功劳就像亲生父亲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说 才是顺理成章的 总之 所有的这一切 其实都表明 孝庄和多尔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民间的那些猜测 只不过是没有读懂历史的一种意向而已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秘史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秘史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